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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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登基成为永乐皇帝后 赐马三宝姓郑明和 并授予他内官见太监的职位 郑和在得知永乐皇帝的顾虑后 思考了片刻说道 臣以为不如在南京建一座造船厂 专门建造出世西洋所用的巨型船只 一来您可以随时过去视察 二来也可以减轻其他船厂的压力 由各处船厂分头建造中小型船只 永乐皇帝有些迟疑 这个主意固然是好 可南京城哪里有既适合造船 又方便下海的地方呢 郑和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位于城西北郊秦淮河入江口附近 是个适宜造船下海的好地方 那里水域开阔 水道又深 船造好后可以通过入江口 直接进入长江 造船所用的木料也可顺着长江顺流而下 直抵造船厂 永乐皇帝见郑和说的头头是道 十分满意 就按你说的做 朕命你做总指挥 即日起建厂造船 就这样上万名能工巧匠 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南京城的西北郊外 一项大工程正式动工 按造船分工不同 宝船厂设有木 铁 缆 棚等七大作坊 即十三个其他用户的小作坊 木料和毛主从长江中上游顺流而下 到达宝船厂堆积如山 七条用于修造船舶的船路同时开造 耗子声响彻云霄 宝船厂成了全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 经过工匠们连续几个月的努力 一座宏伟的宝船厂在南京西北郊 拔地而起 七条大船物依次分布在长江之宾 气势辉宏 无比壮观 宝船厂建好了 船物也造好了 永乐皇帝十分高兴 下令赏赐了众位能工巧匠 但高兴之余 永乐皇帝可没忘记 这只是下西洋的第一步 建大宝船才是最重要的 远渡崇阳所选用的宝船必须要能抵得住强风巨浪 这对宝船的质量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 永乐皇帝再次找来郑和商议对策 可这一次 郑和也犯了难 刚刚走出永乐皇帝大殿的郑和 边走边思考 这大宝船用什么样的船型比较合适呢 郑和来到宝船厂 将几位技艺顶尖的工匠聚集在一起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谁知 这些整日与木料打交道的能工巧匠 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事 上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帮郑和出起了主意 一位广东籍的工匠说道 我们广东建造的广船何事 广船头肩体长 手低尾高 吃水深 破浪性能好 比较适合深水航行 但另一位工匠却反驳道 广船虽然坚固耐用 但必须要用上好木料 材料来源困难 造价极高 实在不适用 不如试试沙船船型 沙船是平底船 行驶起来比较平稳 船身又宽 看起来十分大气 可这位工匠还没说完 就被旁边的工匠打断了 沙船之所以叫沙船 就是因为它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 用于深海远洋航行并不合适 这也不合适 那也不合适 难道就没有一种完美的船型吗 这时一向话不多的一位老工匠开口了 不知郑大人是否听说过我们福建的福船 郑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记得小的时候 父亲曾对我提起过福建的福船 下西洋的大宝船使用福船船型 再合适不过了 福船因为多在福建 浙江等地建造而得名 船型肩手肩底 利于破浪 湿水深 稳定性好 容易转舵 改变航向 便于在狭窄的航道和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 而且福船的水密隔舱技术比较成熟 十分适合远洋航行 水密隔舱就是用隔板将船舱分为 若干个互不相通的空间 一旦在航行途中船舱漏水 也只是局部受影响 不会令全船沉没 就这样 福船成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型 南海一号 华光礁一号 以及1973年发掘出的泉州古尘船 均属于福船类型 郑和的父亲也是一位航海家 郑和从小耳濡目染 了解了一些关于航海造船的知识 只是如果这个老木匠不提 郑和差点忘了浮船的这种船型 船型定了下来 郑和终于输了口气 已经几个月没有好好合过眼的郑和 这一夜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指挥着一支硕大的船队 行驶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中 令郑和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梦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在得到永乐皇帝的批准后 一艘特大号浮船的建造工程启动了 木头敲大声 工匠吆喝声 从早到晚 此起彼伏 除了南京堡船厂 各地的船厂也没闲着 福建 广东 浙江等地的船厂 也在建造中小型船只 十四个月后 一艘巨型船舶终于建造完成 全国各地二百多艘中小型船只 也都已完工 这一天 永乐皇帝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 前来南京堡船厂参观堡船 郑和也跟在后边 对堡船内的设施及结构 一一做着讲解 与当时欧洲帆船采用的分段软帆不同 堡船在总体设计上采用了硬帆式结构 这种帆虽然较重 升起时比较费力 但却拥有极高的授风效率 使船速提高 桅杆能够适应海上风云突变 临时掉头灵火 能有效利用多面来风 外出航海 难免会碰上海盗 保船厂的工匠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一是在船体的强度上也做了改良 一是将船身变宽 使整个宝船看起来宽厚庞大 二是加厚船板 大大加强了船体的结构强度和抗撞性能 当时的海盗船根本无法与其相比 更不用说企图撞毁宝船进行抢劫了 除此之外 批水板 简摇龙骨等先进的造船技术 以及罗盘 千兴板等先进的发明 也被应用在了宝船上 永乐皇帝听着郑和的讲解连连点头 宝船究竟有多大呢 2003年 考古专家曾对南京宝船厂遗址 进行过考古发掘 除了在古船物内出土的造船工具 船用构建 船工用品等近两千件文物外 一根铁立木剁干的出现 更是令专家激动不已 这根堕干长度为11.07米 根据比例推算 拥有这根堕干的船只长度 应该在60多米长 据相关资料记载 宝船大者长44丈 宽18丈 共4层 设有9为12帆 毛重几千斤 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依据这些数值 郑河宝船也许长达135米 中国明朝永乐三年 也就是公元1405年 一支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 满载着丝绸 瓷器 茶叶等货物浩浩荡荡荡地出海了 船队的总指挥官就是郑河 而南京宝船厂建造的这艘巨型宝船 也如同一座移动的宫殿 航行在大海之上 虽然也曾遇到过风暴的袭击 海盗的骚扰 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郑河船队锁到亚非三十多个国家 各国无不为大明王朝 能够拥有如此雄壮的宝船而惊叹 经过六百年的沧桑巨变 曾经的南京宝船厂已经雄风不再 但至今保留下来的三条巨大的古船物 依旧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